多朗多警方就上個月 北約克餐館外發生的槍殺案 拘捕多兩名青少年 最小的只有14歲 何加碧報道 警方就上個月發生在北約克快餐店外 一名19歲青年被槍殺案 再拘捕多兩名青少年 警方已在2月8日就案件 拘捕了3名15至16歲青少年疑犯 之後警方執行搜查令 在澳沙華市兩部汽車上 查獲一批槍鞋 疑犯中有一名14歲少年 另一方面AGS一名男子Cory Fan 於2018年3月14日 拘捕殺害女朋友及其2名子女的案件 法官今日判被告3項2級謀殺罪名成立 警方指被告不分被提出分手 用刀刺死母女2人再勒死男孩 另外Wazaga湖灘發生的37歲女子 遭3名男子綁架案 警方拘捕1名34歲 來自滿地可男子控以刑事騷擾罪 被捕男子是失蹤女子的前男友